只因邻居十年前的一句闲话 男子开始怀疑自己18岁的女儿并非亲生 然而对于女儿的身世 妻子竟说孩子90%是你的 你觉得孩子有没有问题呢 我没有问题 一定没有问题 不是我也90%没问题 90% 这话可真离了大谱 难道邻居当年真是看到妻子的小秘密了吗 2021年 湘潭有个名叫唐宗一的男人十分苦恼 唐宗一说自己的女儿珊珊已经上大学了 可父女俩如今沟通起来不仅十分困难 真闹起来甚至还会动手 就在几天前 珊珊就直接吵起了桌上的玻璃背砸向父亲 如果不是唐宗一反应快 肯定会被砸到头破血流 像我那个小孩 我一直喊到他们听个闻的 我一喊到就是喊来搞笑为什么 他都不听我的话 更加怀疑加深了 对对对对 所以我肯定也愿意呢 是不是 我又不是没抚养他是不是 因为女儿不听话就开始怀疑不是亲生的 记者觉得这实在有点荒谬 可唐宗一却不这么认为 因为早在十年前 他曾带着女儿在楼下玩 珊珊在喊爸爸的时候 邻居却突然来了一句 他不是你爸爸 这个声音是邻居说的 我大人喜欢去那玩吧 不是我小孩 他去的时候 他喊爸爸爸爸嘛 他说你不要见到爸爸 他不是你爸爸 他说你见到爸爸干嘛 这句话邻居大概率是在开玩笑 不过在唐宗一看来 对方肯定是在暗示他 妻子是不是做过什么对不起自己的事 出于家庭和睦的考虑 唐宗一没有直接问妻子 只是自己暗地里悄悄观察 都说女儿像父亲 但从长相来看 唐宗一说珊珊和自己还是很相似的 可他却还是不敢相信 女儿是自己亲生的 毕竟妻子和他结婚前就有了身孕 唐宗一越想越觉得 自己成了接盘侠 为了印证自己的话 唐宗一把妻子彭琳给叫了回来 彭琳听了丈夫的怀疑也十分无语 她说就是因为这件事 女儿小时候想买包零食 唐宗一都不许 到了初中 珊珊觉得自己走路姿势有问题 就想抱个舞蹈班 谁之话因为落就被父亲打断 并告诫女儿有钱上学就不错了 别天天那么多事 从这以后 父女俩的关系就降到了病点 但唐宗一并没有因为这事而感到难过 反而认为女儿早就知道了真相 据彭琳说 她和唐宗一是1999年结婚的 当时唐宗一已经32岁 而彭琳才儿14 两人谈了一年恋爱后 彭琳就怀孕了 由于未婚先孕在当年名声不好 彭琳只好草草凤子成婚 记者一推算 表示珊珊出声的时间都对得上 这又有什么好怀疑的 面对这个问题 唐宗一说自己当年是开业搬车的司机 妻子则是一名保险推销员 两人婚后相处的时间本就很少 如今再联想起邻居的话 肯定就是彭琳洪信出墙被撞到了 怀疑孩子不是亲生的 那你肯定就是因为你对老婆有不放心的地方 这个事情怎么讲 这个事情肯定 我就是说我也有点反应 这个事情是吧 那个时候我们是走房具吧 这房具他因为他计划的原因也多吧 这个那些他那个那个原因是走保险的吧 在外面场景跑的话 这个事情那个吧 看着唐宗一信誓旦旦的模样 彭琳于哭无泪地表示 他早就知道丈夫生性多疑 于是婚后就主动辞去了买保险的工作 本想安心在家做的全职太太 谁知近视噩梦的开端 唐宗一当年每月发完工资 虽然都会上交 但彭琳去连买一把青菜都要记得清清楚楚 日后还要拿出来给唐宗一过目 简直就像被囚禁了一样 如今唐宗一又开始怀疑 甚至连女儿的大学学费也不套了 闹得老是都打电话让多注意孩子的情绪 说着彭琳还犯出了当年泛黄的日记 里面记录的大都是两口子打架的事情 彭琳甚至还有唐宗一当年家报的视频 这碗都是他摔的 现在由于珊珊平时都在学校 彭琳索性也不回家住了 只有女儿放假失财肯回家 唐宗一则喋喋不休地说不止当年的邻居 连他们后来生的儿子也说自己不是爸爸亲生的 彭琳是在无法忍受丈夫的无端指责 便想先把邻居找过来问问清楚 可这么多年已经过去 那个邻居早就不知搬去了哪里 无奈之下 彭琳只能选择去做亲子鉴定 听说亲生父亲要和自己做亲子鉴定 唐珊珊静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至于原因也很简单 她对父亲早就没有情感了 做亲子鉴定也只是想给母亲一个清白 谁知临出发钱 记者问女儿有多少把握是唐宗一亲生的 她的回答却让人瞬间孵相连篇 如果她要做我就配合她 配合 对 你觉得孩子有没有问题呢 我没有问题 一定没有问题 不是我也90%没问题 90几 为什么是90几 这孩子是不是你的 我肯定是清楚啊 当时你们已经结婚了 这孩子 当时我们还没结婚 孩子就有了 来到亲子鉴定中心 多日不见的唐纵义和女儿 虽然只隔了一米的距离 两人却一句话也没有 闹得记者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你是爸爸你好久没见面了 说句话 我们做就没见面了 因为有个人我跟他说 他不跟你讲话 在家里面也是一样的 到了做鉴定时 唐宗一对当地的技术 竟然还有点不太相信 甚至还想自己带着 样本带大城市去检测 结果当场遭到了拒绝 做完检测 这一家三口终于是站到了一起 不过他们不是为了缓和感情 而是彭琳已经决定 无论结果如何 这个婚他是离定了 结果出来了 我们要解决离分的问题 解决了 他说还是要女儿跟着我 但是他肯定要弥补女儿 对不对 就把家里让他房子给女儿吧 财产美元一半 儿子的抚养权 就跟着儿子的选择好 女儿珊珊也表示 父亲在老家还有一套房子 如果唐宗一还想让他养老 那就要把房子过户到他名下 因为现在的话 不要画笔 拿出也实际的东西 不过由于妻子那句90%的肯定性 唐宗一表示一切都要等到结果出来 随后 记者也不太相信地把彭琳拉到一边 问他是不是还有什么前男友瞒着大家 彭琳则表示前男友是有的 但他们当时分手已经超过了一年 所以对这方面没什么顾虑 一个星期后 工作人员当着两人的面 打开了那份亲子鉴定 结果答案却让唐宗一和我都傻了眼 唐宗一傻眼不足为奇 但在此之前 就连我也一直认为彭琳肯定会迎来出轨的反转 结果却被啪啪打脸 随后 唐宗一只好老老实实地和妻子立了婚 并表示会买到市里的房子补偿女儿 姗姗则心酸地表示不管怎样 她将来都会赡养父亲 只是到了那个时候 不知唐宗一会不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呢 不知唐宗一辅 不知唐宗一辈的时lling